蔡天凤一案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 不得不说现在的网络很透明 但凡有一点蛛丝马迹都会给你放到网络上 我一直觉得蔡天凤是矿家把自己家的媳妇卖去谭家当媳妇的 就在矿港制搞同性恋以后 为了利益最大化或者是大家三赢 蔡天凤可以摆脱前夫的性取向 又可以去过夫太太的生活 谭家有了漂亮媳妇可以传宗接待 矿家有了生活费 事情的变化是蔡天凤想卖房子 不想对矿家太好了变心了 很多人都觉得蔡天凤善良 但事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肯定不是这样 因为有同学已经在网上爆料过 真的是让人大地眼镜 蔡天凤上学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管家教很差 喜欢搬弄是非 还和同学打架 最后被计大过 他自己转校 而去了九龙堂中学之后 突然就发家了 同学们后来才知道 他有了一个新的继父 而且每天车接车送 至于为啥他们家突然报复 同学至今也不知道 只是明白他18岁就结婚 这点谁都没想到 即使蔡天凤的出身不会很高 他和郭福成的老婆 是闺蜜就说明这点 因为方圆出身也一般 真正的大家闺秀是有圈子的 他打不进序 应该是谭家 硬成了矿家的事没有兑现 或者说那房子是谭家 通过菜答应给矿家买的 现在反悔想要回 矿家怀恨在心 杀鸡尽猴 总之看看挺复杂的 那么善良的人 是不会接触不三不四的人的 他的闺蜜里面就没有好玩意 所以他也未必真善良 只不过死得好惨 一个人单纯认识错人了 可以理解 后面老公一家也全部单纯 跟这样一群豺狼当朋友 而且还是这么尴尬的关系 总觉得还是有故事在里面的 这女的也是自找的 如果真知道前夫和现夫是同志关系 就应该顺早出身离开 自己家有钱 何必这样过下去呢 结果把命赔了 真不值 大多数人总是分不清善良和愚蠢 真正高知分子家庭出身的人 会18岁仓促嫁人 凤子成婚吗 何况还是这种肮脏的家庭 可想而知 蔡某家教育水平以及父母的为人 愚蠢的人总为愚蠢找理由 把她说成善良 这三家人肯定都不干净 相互有牵连 起先名媛也不知情 光生仔了 后来慢慢的也知道了些内情 但想抽身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正所谓有多恨 就有多残忍疯狂 一个人正常也好不正常也罢呢 除了疯了另当别论 能下手干惨无绝道的事情 就要有外部因素 否则很难下手 第一次干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情 极端疯狂情绪 种种极端因素之下 才能下手干惨无人道事件 案件起因也是疑似 单单为财一刀干净 何必搞多多破绽 也没必要折磨受害人 很有可能仇恨财等 导致案件发生 什么事也别去想得太古 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所以说随着案件的逐步推进 大家也能获得更多的资讯 对蔡天凤一家也会有更多的了解 其实谁都清楚 这里面的事情 肯定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现在连蔡天凤的同学 都站出来讲话了 估计可能有出入 但大体上差不了多少 蔡天凤案件后续来了 为何谈家会看上二婚女 蔡姆扮演什么角色 目前蔡天凤案件 已经持续了两周左右 几乎每天都会有新消息爆出 令人怀疑 这背后是不是还有 更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几点 第一点 蔡天凤为什么离婚 第二点 离婚之后 蔡家为什么还和前任一家保持联系 第三点 谈家和旷家有什么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蔡天凤为什么离婚 蔡天凤2013年和旷港制结婚 那时候旷家条件还算不错 旷富是警长 旷港制从事投资生意 再加上两人处于热恋期 而且还是同学 结婚也很正常 蔡天凤婚婚后生下了两个女儿 但没过多久 她和旷港制就离婚了 离婚的原因 网上的说法众说纷纭 总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一方面是旷港制根本就不是做投资生意 而是贩卖黄金的 善良的蔡天凤发现之后 想和她离婚 第二就是旷港制和同性朋友的暧昧关系 虽然这个说法不现实 但也是一种可能 第三个方面是旷家 家道中落 都有犯罪前科 蔡天凤不想和他们成为一家人 才选择离开 离婚之后 因为两个女儿在前夫家生活 所以蔡天凤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经常参加各种时尚活动 也因此认识了第二任丈夫 谭某 也就是克瑞斯 说到这里呢 就到了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蔡天凤离婚之后 为什么还和其人一家保持联系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孩子 虽然蔡天凤和旷港制没有了婚姻关系 但是孩子却是他们一起生下的 不过呢 也有网友认为 蔡天凤之所以和情人一家保持关系 是因为 旷家知道蔡天凤嫁给了富二代 利用孩子来要钱 毕竟旷家需要钱 为了钱不择手段 那么谭家和旷家又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了解 谭家 旷家和蔡家 彼此之间都认识 三家人经常在一起聚餐 因为三家人的孩子都是同学 所以关系很好 也是难免的 既然三家人关系这么好 那么蔡天凤和旷港制离婚 谭家肯定是知道的 为什么还会同意蔡天凤 这个二婚女进谭家大门呢 要知道谭家的谭仔米线 是香港赫赫有名的产业 有上百家连锁店 生意人永远都是讲究利益 只要利益可以最大化一切都好说 而他们就是看中了蔡天凤这一点 所以才让他进门的 因为蔡天凤不仅结过婚 还有两个孩子 这对于谭家来说是有点不能接受的 谭家资产丰厚 害怕被蔡天凤夺走 而蔡天凤直接不和谭某领政 这样谭家的财产就得到了稳定 因此他成功获得公婆的信任 而蔡天凤的母亲花姐 要说她在其中扮演着角色 就要先看看她的目的 从始至终 她的目的都很简单 那就是想红 想挣钱 花姐一开始捧活了女儿蔡天凤 后来又找了个有钱老公 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出名 从她的日常生活就能看出 她平时最喜欢炫富 喜欢拍照 喜欢钱 所以蔡母扮演的角色呢 就是一根墙头草 哪边有钱就往哪边倒 而从蔡母身上 也能明显看出三家人关系密切的原因 蔡母和框家保持联系是为了女儿的孩子 也就是自己的外孙女 和谈家女婿关系密切 一是谈家有钱惹不起 二是依靠谈家她可以更早地进圈 所以说谈母自始至终都想着自己 因为经历过没钱的时候 明白钱的重要性 自己这辈子没得到的 想通过女儿替自己来实现 可是蔡母没想到 她原本只是想让女儿过得更好一些 却无意间把女儿送上了不归路 在巅峰的被害 蔡母也有一部分责任 作为一个母亲 如果她能在女儿18岁结婚时 好好了解一下框家 或许就不会出事了 不过现在说这些也太晚了 通过这个案件 已让我们知道了一些道理 那就是结婚前 一定要了解清楚对方的家庭 门当户对很重要 毕竟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需要谨慎选择 其实蔡天凤原本能 可以拥有很美好的未来 但是她错觉错在 和框家人走得太近了 没有边界感的关系 最终害了她自己 希望天堂上的她 可以过得幸福 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够祝福她的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